主席會不會想回家 神情憔悴 作者輪椅 維京集團主席沈慶金 依早被台北地方法院戒題 金華城案再押七名被告 沈慶金打頭證掀開延押亭 能否重獲自由聲 律師團背水一戰 沈慶金委任律師岳芳如下午 趕赴北院準備開庭 這次依舊先進行限月庭 針對月券方式做限制 只能手抄 不能翻印攜帶 北檢率先針對應小微省 僅僅兩人申請延押 而北院也預計分三天進行審理 如果他們兩人真的被延押的話 那月底的柯文哲延押機率 恐怕大幅提升 週四週五則是台北市議員 應小微的延押亭 以及助理吳順明的延押亭 另外彭正生和柯文哲 兩人在十一月初羈押期滿 因此檢方申請延押的最後期限 將會是在十月底 卻遭外界質疑 押人取構 北檢率拼延押 一邊準備延押題 另一邊也第九度提訓 前北市副市長彭正生 傳出他先前警咬柯文哲不放 強調金華城容積獎勵 是市長決 如今密集遭提訓 情況對柯文哲相當不利 金華城案共有二十二名被告 約談證人超過三十位 如今進入核心正常 北檢專員小組一刻都不敢鬆懈 追查到底 三菱新聞綜合報導